王城城王夕 东而逝 如永化蝶夕 逃而生 什么意思啊 蝶夕 而生 如永化蝶夕 如永化蝶 陶尔 不 不是陶尔 是冬尔 是冬尔 冬尔竟然没有死 是谁这样愚弄朕 是谁把朕骗得这么苦 是谁兜胆撒下这个瞒天大话 是谁故意拆上郑和冬尔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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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尔只愿意告诉陛下 他对陶尔有恩 有情 也许他远在天边 也许他近在眼前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陶尔鼓足了勇气为他逃婚 我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要回报他对我的恩情 这就是陶尔的心事 他也是守属于人 是谁逼他假死的 谁让他这么无奈 冬尔 冬尔 怎么回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 玉依 玉依 快找玉依来 冬尔 真准备带你回咸阳 正要为你在渭南向灵域 营造宫典 真要你享用所有的六国珍宝和月血 真要你陪着你 作响成品 冬尔 冬尔 陛下请节哀 人死不能复生 冬尔真的死了吗 没有真的造了 谁准他死了 回禀陛下 冬尔姑娘 是养药自尽的 蒙天坝 是蒙天坝 是蒙天坝 一定是蒙天坝 蒙天坝 奶奶 大叔是怎么了 为什么这个桃马 让他这么生气 不是桃马让他生气 是娟娟让他生气 奶奶 大叔生气的样子 好怕人哦 敏儿乖 不怕啊 有奶奶保护敏儿 敏儿不怕 大婶 那个叫小驴子的 是做什么的 他以前是做庄稼的 后来年头不好 他就改行做别的 什么粗活他都做过 这两年都没回来 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 这就不知道了 他拒无定所 上哪找啊 看壮士面色临重 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究竟出了什么事 那就得问这桃马的主人 长官hnlich 别再喝了 伤身体啊 好了 好了 少喝点吧 不能再喝了 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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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婶 少林都对不起您了 怎么回事 你不是宁儿 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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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疼不疼 疼不疼 奶奶给拿药 我去拿药 我去我去 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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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树 宁儿 谢谢你 是你救了大树 大树 甘螺 没有宁儿 是勇敢吧 对 宁儿 是最勇敢的孩子 大树 别忘了 答应过敏儿 要提拔敏儿 大树没有我 大树一定会提拔敏儿 奶奶 麻烦 大树照顾了 大树会的 大树 没有人 大树 他在五官 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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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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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算就这样不告而别了 一桩喜事竟然烙得如此收场 不告而别是非我所愿 但事已至此 除此之外 别无选择 可有冬儿的消息 不论天涯海角 我一定要找到她 也不再考虑考虑 即使你和冬儿的感情再深 也犯不着为了一名女子 舍弃得来不易的功名利禄 我 对我而言 得来不易的 是刻骨铭心的感情 富贵如浮云 看似诱人 却是如此虚幻不识 我虽不告而别 但自认 抚养无愧 心安理得 难舍的是 相处多年的弟兄 天方哥 你准备往何处去呢 苍茫雨内 总有我和冬儿的栖身之地吧 所有和冬儿相关之事 都随着我和冬儿的离去 烟消云散 岁月会冲淡人们的记忆 一段时日之后 冬儿汉蒙天方 将为众人所遗忘 你也不用担心 有人会揭穿矛盾的秘密 天方哥 咱们还是好兄弟吧 天方哥永远把你当成好兄弟 即使立此当头 你只顾自己 天方哥 还是原谅你 天方哥 你不会再出卖兄弟了吧 天方哥 谢谢你送我 咱们后会有期了 天方哥 一路顺风 驾 驾 驾 是你 不错 矛盾奉范先生之命 请来接议蒙大人 奉范先生之命 难道范先生与反秦组织有关 蒙大人 你虽写下朝廷官职 却不是郎忠令本色 算我多此一问 范老先生现在陪着冬儿 蒙大人 天方已经换上布衣 蒙大人 正知乎天方之名 翁大人 请 请 天方 饭 爷爷 嗯 嗯 冬儿 冬儿 冬儿她怎么了 她们用蒙汗药 将她迷婚后抬回来的 不碍事了 一会儿就会醒的 范老先生 冬儿她醒了 冬儿 冬儿 天方 天方 爺爺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你这一走啊 可是搞得天下大乱 不但婚礼没有行成 更让大家心焦如焚 尤其是天方 你们小两口拒绝吧 看你如何向天方解释 冬爱 天方 我对不起你 当你发现 桃马汉娟娟 未转成给皇上的时候 想必 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我业无这种感觉 当我想到 高高在上 自以为尊贵的皇上 竟被这么多人欺瞒而不自知 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骗局 而与你成婚 我和他相识 我们两个是真诚的对待 我怎么忍心欺骗他 我和他毕竟是有缘的 这趟离家 我竟然和他再次谢过 你是说 皇上 我和他在酒馆相遇 那这么说 这两天 你都和皇上在一起 但是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虽然一再逼问我 因何而逃婚 可是 当我面对他 我却没有勇气 你说出真相 因为 因为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爱的人 受到连累 天方 我在澄清的前夕 离家出走 并不是因为 我对我们俩的感情有所质疑 虽然遇见了皇上 但是 我对他的感情 仅止于 朋友之一 你千万不要多心 我当然信得过你 否则 为什么会舍功名 弃富贵 与你天涯相随呢 你 你这身不依 这是我的选择 从此之后 蒙天方 再也不是 居于九卿的 郎中令之尊 是一介平民 东儿 你可会嫌弃 你真是啥 东儿不值得你这么做 当然值得 拥有了你 就像拥有了 天长地久的幸福一样 天方不求名 不谋路 只愿长伴所爱 供此一生 过着 只献鸳鸯 不献仙的日子 什么 你当真看见 嬴政也在酒馆 不但与东儿姑娘 共处于酒馆 我还亲见 银队亲事逃骂与娟奸 甚为震怒 天哪 居然会如此巧合 冥冥中 他跟东儿 仍有孽缘 此一孽缘 何时能了啊 范老先生 您正知悉 桃儿姑娘即是冬儿姑娘 我想 他不会善把甘休的 冬儿可曾向他 做任何表白 您正发现桃马 是在东儿姑娘 离开酒馆之后 该怎么做 待老夫跟徐福 商量之后 再行定夺 毛顿 是 他二人 暂时藏身在此 生活上之琐事 就麻烦 你跟你的兄弟 多关照了 是 此地甚为隐秘 不宜被别人发现 范老先生 请放心 卢氏偏劳了 王上驾到 王上驾到 吴王断岁 断岁 大将军蒙田率军三十万 再逐匈奴 大将军蒙田率军三十万 再逐匈奴 大将军蒙田率军三十万 在军显 煽匈奴 我们后会认下 军蒙田率军奴 神将军奴 军奴 将军奴 袂队军奴 颂负奴 容我国威 公在社稷 妇 陈在 你曾献上你师弟韩生 在海上所获取路图书 书上一片凌乱 唯一合见的五个字 尽是汪清者胡也 朕始终未曾松懈对北疆的敬意 除了修建防御攻势万里长城之外 朕从中原地区迁徙罪犯冲实边疆实行吞啃 并打算修处自九元治甘泉治之道 如今蒙天再传捷报 朕正我铜墙铁壁之防御固若金汤 岂是那全阳剑种的胡人所能披理 臣该死 陛下恕罪 路图书上这五个字 倒是让朕对胡人不敢掉以轻心 朕苦心经营北疆有钱 此书多少有点贡献 姑娘你半阵修行有功 饶你不死 平身吧 谢陛下 此番出游时间虽短 但却令朕感触良多 朕竟为一年方十二是如此所救 若非此难同 朕恐难再与众亲见面了 陛下 陛下 朕决定追风 宋宋宁为上卿 上百金赐天载 令齐祖宋夫人得以安详天年 蒙天方 为何不见郎中令蒙天方 为何不见郎中令蒙天方 难不成 他是知道事迹败了 万里 臣在 你与蒙天方 秦通手足 是否知道他藏身何处 回禁陛下 回禁陛下 蒙大人他不此而别 万里毫不知情 好 那朕就考验一下你的忠心 是 朕要你尽速寻到蒙天方 不论有何种手段 只要能活捉蒙天方 朕郎中令之指 即为你万里所有 若是让朕知道 你知而不言存心谋骗 蒙天方是罪 加上你己身之故 罪上加罪 会有什么下场 就用不着朕多言了吧 陈尊赵 前定捷径所能 将蒙天方弃谷刀案 可森寻获灵归 没有 好奴才 连个小小的灵归都保管不好 小的该死 启禀陛下 小的记得很清楚 灵归和龙虎大胆 小的是一起置入陛下行囊的 废话 若真是在朕的行囊之中 快去再问你 小的绝不会记错 那灵归 千证万诀 是在陛下行囊之中啊 皇上 小的在 你可是 朕最痛恨何种人 陛下最痛恨 言语不识 说谎之人 你可知 朕被骗得有多惨 这日思夜想的冬儿姑娘 竟然活生生地在朕的面前出现 她竟然没死 而补下此一骗局的 竟是朕最信任的蒙天范 朕与东尔在酒馆共处了两日 虽然她极度欲言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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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终究 未对朕出事 朕对她用情之身 她还是欺骗了朕 朕以为 冬儿与一般女子不同 原来她和天下女子一样 用情不专 见义四千 朕以为 她早已化作蓬莱仙子 指引朕成仙求要之法 原来 她用脱胎换骨之心 与蒙天范大谈其爱 陛下 散开 知人知面不知心 在朕的面前 你们左一身陛下 右一身尊重 在朕的背后 你们欺君王上多振衰 难道这是你们为人臣子的 对国君之忠诚吧 陛下息怒 小的王臣对陛下忠心耿耿 绝对不敢欺君王上 绝对不敢 你是王臣 不是蒙天范 王臣又如何 谁能保证你不会欺骗朕 不会背叛朕 除非 你让朕看见你的心 王臣 你扶紫丸推外山 陛下 听见没有 你若有耿耿忠心 又何必畏惧明镜造之 我 我一直明镜有误 放肆 此明镜乃是高人所赠之宝物 专门用于透视多变之人心 怎会有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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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陛下 好 好 果然是赤胆忠心 汪城 朕相信你的确对朕是忠心耿耿 谢陛下 朕要是能早一点得到死面保镜 也就不会被冬儿和蒙天放骗得这么惨 冬儿的鬼魂 冬儿既然未死 不妨何以来起来她的鬼魂 莫非 这又是另一个骗局 汪城 吓得在 给朕传入方 王公公如此匆忙 不知陛下有何紧急要事 看公公神色宁重 可是因为陛下心绪欠家之故啊 别问那么多 去了你就知道了 一面同镜 可以分辨人之中间善恶 决定人之生死 陛下居然信不过自己 情愿去相信那面破铜镜 millise remains 陛 蒙方叩见陛下 对你 谢陛下 不放 臣在 今日 朕对冬儿姑娘甚为思念 一时心血来潮 将你找来 为朕了此相似之苦 你快将冬儿这魂魄换来 朕有话要对她说 陛下圣 有关冬儿姑娘之事 臣实有难言之隐 你有何难言之隐 为何早不说晚不说 偏偏朕问到你之时你才说 那是因为 以前有郎中立蒙大人在 臣不敢说 也不能说 你是说 你受制于蒙天放 陛下深爱着冬儿 蒙天放也对冬儿一往情深 蒙天放为了得到冬儿姑娘 不择手段 让冬儿姑娘 假死 假死 朕分明清楚看见 冬儿断气必息 怎么说是假死 那是因为蒙天放在冬儿姑娘的酒里 放了一种能够暂时必息的药物 这就是冬死的阳风阴尾 朕问你 冬儿被桃马捐捡 准备向朕道出实情 此事你知不知情 朕 朕问你知不知情 臣受冬儿之托 欲将桃马和捐监转成陛下 然而蒙天放 获悉后 逼臣 交出桃马 否则 就要对臣不利 臣死不足惜 但恐日后 无人伴随陛下休息 只好答应蒙天放 将酷似冬儿之歌舞技 装扮成冬儿姑娘模样 仰装冬儿的魂魄 向陛下提出赐婚之请求 陛下果然答应 鬼没赐婚 将桃儿许配给蒙天放 蒙天放的轨迹终于得逞 不想 为承与陛下的桃马和捐监 竟为冬儿姑娘发现 冬儿得知受骗 父亲逃婚 离家 蒙天放功亏一归 终究未能得到冬儿姑娘 陆芳 你所言属实 句句实言 绝无半句虚假 这么说 冬儿范英等人 你是受制于蒙天放的无辜者了 陛下 最无辜的 当属微臣卢方了 你有何无辜 竟敢如此愚弄朕 若不是朕的修行还用得上来 朕早就将你消除了 你一致 朕该死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 冬儿夫妻出走 是因为发现了蒙天放欺骗了朕 这么说 朕倒是冤枉的 可惜啊 可惜朕发现了桃马娟茧 得知他即使冬儿之时 他已离开了酒馆 不知去向 陛下出游 曾与冬儿姑娘卸购 我俩投诉同意酒庄 他极度于向朕表明真相 皆因为多所顾忌而欲言又止 陆芳 朕要你明察暗访 替朕找到冬儿 朕 怎么 难道你不想将功赎罪 臣愿将功赎罪 陛下 臣倒有一绝妙之计 这些菜都吃到好几天了 你看你砍柴砍的手都起泡了 疼不疼 不碍事 再干几天就习惯了 你后悔吗 我怎么会后悔呢 这种自食其力的日子 过起来反而踏实 何况有你违败 何况有你违败 高兴都来不及 怎么会后悔呢 我 冬儿 冬儿来了 冬儿啊 哎呦 你又跑到哪儿去了 奶奶要你去办干货 到现在也不回来 我们小酒馆的生意怎么做啊 哎 哎 我认识她 她是冬儿的奶奶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嗯 冬儿 就是那个把你带到小酒馆的男孩 他是一位和蔼慈祥 又坚强的老奶奶 冬儿啊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快回来啊 莫非是受了什么打击 冬儿 你不是一直都孝顺奶奶的吗 你怎么这次一去不回呢 老奶奶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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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梅 冬儿 老奶奶 哎呦 娘终于等到你回来了 娘等你们等得好辛苦啊 老奶奶 你不认识我了 娘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你是娘最贤惠的媳妇 你是月梅啊 她是冬儿 对不对 对不对 我知道 娘终于把你们给盼回来了 我终于把你们给盼回来了 老奶奶 我刚才听见 你再找缅儿 缅儿 缅儿 月梅啊 你不要怪娘 你不要怪娘 我辛辛苦苦 好不容易把缅儿养大 都十二岁了 有一天 她把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桃码 拿给一个大叔看 从那以后 她就不见了 缅儿把桃码拿给皇上看了 从那个时候 我就每天到处找我的缅儿 你还知道我老奶奶年纪大了 不会走那么多辛苦路的 老奶奶 缅儿到底怎么了 她不会无缘无故消失啊 她们跟我说 缅儿死了 不会的 不会 她们一定是唬我的 缅儿和老奶奶这么亲 她不可能丢下我老奶奶一个人就走了 缅儿啊 她一定躲起来了 她一定躲起来让我去找她 这个孩子从小就这么皮啊 宋大婶 宋大婶 宋大婶啊 在那儿呢 宋大婶啊 宋大婶 可把您找着了 快跟咱们回去吧 您啊 您啊 可是遇上贵人了 是啊 您当缅儿口中的那大叔是谁啊 哎呦 她可是当今的皇上啊 缅儿啊 是为了护卫皇上而死的 皇上不但追风她为上亲 还赏百金 赐田宅 大婶啊 以后啊 您可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了 是啊 咱们跟咱们回去吧 我不要荣华富贵 你们去告诉皇上 我不要荣华富贵 我只要我的敏儿 你们跟皇上讲 我不要荣华富贵 大婶我们回去再说吧 帮女儿还我 回去 好 我们回去再说 好 我们回去再说 你们跟皇上讲行不行啊 回去再说嘛 告诉皇上 我只要我的敏儿 回去再说了 那么聪明伶俐的小孩子 怎么会变成那样呢 人生的无常 有时真让人害怕 人生自古 难免都有一死 只要死得其所 就无可畏惧了 退下去 陛下 我是冤枉的 我是冤枉的 陛下 让心动 分明是有邪心 对象不足 退下去 陛下 陛下 我是冤枉的 陛下 我是冤枉的 陛下 陛下 是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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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好听 哈哈哈 嚇死我了 你们再也骗不了朕 我真的同情告诉朕 没有泉心 陛下 陛下 陛下是冤枉的 陛下真的是冤枉的 我是冤枉的 陛下 吹枪 陛下 陈仙的清白 绝对别人的仇心 岂如一面破头进来抹杀 陈仙愿意死 来明镜 陈仙愿意死